火星上一组科研人员正在对当前的探险任务做收尾工作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六个月 再过19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返回地球总部了 可是队伍中的拽姐却不想走 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发现 拽姐不想两手空空的回去 这引起了其他队员的不满 最后人都不喜欢他 之后一名队员马尔科要出去关闭信号器 但此时已经快天黑了 队长只能破格允许他出去 不过拽姐却感觉有些不对劲 要知道马尔科平常总是最爱偷懒的 今天会这么勤快吗 队伍一时好奇 擅自打开了人家的私人信息库 果然在他的私人日志中发现了异常 里面是一些微生物的记录 马尔科发现火星上是有生命存在的 不过他没有跟其他人汇报 而是想单独享受这份发现会带来的荣誉以及头衔 现在真相大白 其他队员都对其产生了不满心理 之后队长通过通讯器命令他马上返回基地 准备把这件事情好好问个清楚 可是马尔科现在一心在搞研究 压根不想搭理队长等人 然而就在他兴奋之际 突然地面开裂出现一个大坑 马尔科直接掉了进去 等其他人赶到的时候 针对当前的情况产生了分歧 有人觉得马尔科肯定死了 还有人觉得应该下去看看 万一他没死也好及时施救 队长让女队员黑妹留在这里看守大坑 自己则去联系控制中心 申请进入大坑的道具 现在队伍里有人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 大家对此展开讨论 到底要不要下去救人 在此期间 拽姐不止一次地提出尽快回地球 他想把火星上有生命仪式通知所有人 其他队友觉得拽姐太狠心 双方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很快他们收到总部的消息 让大家尽力去营救遇难的队友 他的家人正在地球焦急地等待 无论如何也要给出个说法 跟马尔科关系好的人当即决定 先去救他 然后再宣布火星上有生命的消息 队长虽然觉得这样做过于冒险 不过他也知道队员们之间的感情深厚 所以并没有进行阻拦 与此同时 黑妹在深坑处发现了异常情况 他想联系队长 可通讯设备却突然掉线了 等其他人赶到这里的时候 黑妹已经不见了 深坑里则冒出许多蒸汽类的东西 现在已经有两名队员消失 他们必须得看看深坑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队员文森特在腰上绑紧绳子 然后开始慢慢进入深坑 他用手电筒一照 发现这里全都是蜘蛛网一样的东西 虽然不能确定具体是什么东西 不过这也能证明火星上的确存在生命 文森特继续往下潜 结果一个脚滑摔了下去 好在岸上的队友及时将其拽上来 文森特说 自己并没有在深坑里看到失踪的两名队友 这时队长收到消息 有人在不远处找到了两排脚印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失踪的两人 根据脚印来看 他们应该是回基地了 队长一听就感觉不对劲 明明这里有漫游者探索车 为什么他俩要走着回去呢 不过平安无事就好 队长通知拽姐准备一下 黑命两人可能身上有伤 到时候他负责处理一下伤口 很快拽姐和另一个人就从探测器中发现 有人正在靠近 可是不管他怎么呼叫 对方就是毫无回应 这样拽姐隐隐感到不安 很快马尔科亮亮呛呛地回到基地 男队员见状赶紧上前搀扶他 谁知一脱下马尔科的头盔才发现 他已经发生变异 变成了面目猙獰的丧尸 看来那个深坑里应该有某种病毒 男队员顿时被吓到说不出话 只是马尔科跟其他电影里的丧尸不同 他很聪明 还会用武器 很快就拿电钻捅死了男队员 这时拽姐被打斗声吸引过来 看到眼前的场景 他急忙转身逃跑 马尔科则在后面追击 拽姐随手捡起一个重物 就吵着他砸了过去 双方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搏斗 但是毕竟力量悬殊 拽姐很快就败下阵来 好在队长等人及时回到这儿 他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天真的以为马尔科只是感染了什么病毒 队长上前拖延时间 拽姐这才得以逃脱 他告诉其他人 马尔科和黑妹都变成丧尸了 事到如今 众人只能把他们关在基地 并带着队长一起逃出去 可是他受伤太严重 队员们不得不带着队长前往备用舱 给他注射马飞 并开始处理伤口 问题是队伍里没有专业的医生 队长的伤需要缝合 大家都无能为力 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救了 嘱咐队员们 务必要把自己对家人的思念传达回地球 说着说着 队长突然抱起 一把掐住了旁边的男队员大胖 其他人见状急忙上前阻拦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压制住队长 没过多久 他就失去了生命 所有人都感觉特别惋惜 只有拽姐知道 队长可能会变成跟马尔科一样的丧尸 于是便找来绳子绑住他的尸体 其他人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甚至觉得拽姐这是不尊重死者 他简直无语了 一顿解释之后 文森特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很快队长的尸体上就布满了暗紫色的血管 他们得回主基地 然后向地球总部发送求救信号 但是总基地的飞行舱被马尔科炸了 星际连接设备可能会受到影响 没等几人开始行动 就看到马尔科守在门口 看来走大门是连想都不能想了 因为队伍里只有文森特知道 怎样修复星际连接 所以这次求救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文森特穿好防护服 从数养馆离开 其他人也没闲着 他们提取了队长伤口中的物质进行观察 发现他的血液被感染了 队员金发妹在上面滴入一些抗生素 发现能有效地杀死细菌 只不过这是暂时性的 一旦细菌产生抗体 抗生素就没有用了 而在此期间 队长的尸体还多次诈尸 痛苦挣扎一番后 再回复如初 之后文森特成功潜入总基地 这里到处都是血 接下来 拽姐等人会负责引开马尔科跟黑妹 这样文森特就有充足的时间 去修星际连接设备 谁知他刚发送出求救信号 马尔科跟黑妹就开始往基地赶 大胖等人见状 急忙采取措施 重新把他们吸引过来 文森特这边 他遇到了另一名变成丧尸的队友 对方二话不说扑了过来 好在文森特有实力在身 当场开始互殴 但是丧尸的生命力过于顽强 文森特根本打不死他 只能落魂而逃 他们互相追逐着 进入疏养管道中 文森特联系金发妹 让其看准机会打开嵌板 很快他们从管道内钻出来 可丧尸也跟着来到这 几人顿时乱成一锅粥 他们接连逃出去 最后只剩下拽姐 大胖觉得他被丧尸打伤了 可能会发生变异 一狠心关上大门 看着拽姐被丧尸所杀 之后又告诉文森特和金发妹 拽姐是因为动作太慢 所以才没逃出来 情况紧急 两人也没有多想 他们一起跑进漫游者中 这才成功摆脱掉丧尸的追杀 在此期间 金发妹也不幸被丧尸抓伤 文森特为他注射了抗生素 并打算返回基地 给金发妹包扎伤口 可大胖却觉得他会变成丧尸 想把金发妹半路抛弃掉 这一想法惹得他非常生气 因为大胖之前也遭到过队长的袭击 如果跟丧尸接触过就会被感染 那他自己也有被感染的风险 这下大胖无话可说了 只能老老实实闭嘴 好在文森特已经发送出求救信号 总部会派飞船来接应他们 三人只需要到达飞船的着陆点就行 可是他们现在所乘坐的漫游者能源不够用 几人只能去寻找另一艘漫游者 大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主动下去查看情况 在确认一切没问题后 他再次告诉文森特 金发妹没救了 并劝说其尽快离开 可是文森特不想抛弃同伴 大胖见状也不再挽留 独自驾驶漫游者离开 此时丧尸们也跟着漫游者留下的车车追了上来 好在不远处有风暴袭来 文森特果断驾驶漫游者使进风暴中 车车被大风吹散 这样丧尸们就追不上来了 等到安全以后 文森特和金发妹便打算在这里休息一晚 次日总部传来信号 说他们即将降落在火星基地附近 这时文森特才注意到金发妹不见了 漫游者外面只有一排脚印 文森特赶紧顺着脚印去追 原来金发妹知道自己可能会发生变异 为了不伤害文森特 所以便自行离开了 他本想上前挽留 可金发妹却突然发生变异 文森特为了自保不得不忍痛将其杀死 现在他该准备返回地球了 很快总部飞船开始降落 文森特飞速向那边跑去 可是飞船周围已经围满丧尸 他想警告总部的人不要打开舱门 谁知通讯信号却受到阻断 怎么也发送不出去 没过多久 大胖也驾驶漫游者来到这儿 文森特大声呼喊着前方有丧尸 但是对方根本听不见 他只能快马加鞭地赶过去 不一会儿耳机里就传来了总部队员的惨叫声 等文森特赶到现场的时候周围已经躺满尸体 他顿时绝望了 好在风暴隐藏了文森特的位置 丧尸们这才没有看到他 事已至此 文森特只能赶快跑到飞船里 并准备返回地球 万万没想到 既然在驾驶舱里见到了大胖 他也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再过不久就会发生变异 很快大胖便彻底丧尸理智 掏出一把匕首朝着文森特扑了过来 好在他穿着防护服 匕首只是扎到了头盔上 此时大胖正准备驾驶飞船返回地球 文森特不能让他把病毒带回去 短暂调整一下便再次发起攻击 打斗过程中 飞船被成功启动 文森特最终用头盔活活撞死了大胖 并将其丢进太空中 而大胖的血液则建设到文森特身上 也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会变异成丧尸 担心意外发生 文森特便录下了航行日志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如果他真的出现了变异的特征 文森特会自行了断 绝对不会让飞船把病毒带回地球 航行日志的传输会有15分钟的时差 在此期间 文森特会一直等待总部的回复 至于结局到底是什么 影片并没有交代 只留了一个孤单飞行的画面 至此全片完 本片片名火星上的最后时日 虽说是一部小成本科幻作品 可是这未免也太不严谨了 各种漏洞满天飞 没头没尾的 要说它是烂片吧 它还真算不上 男主角是青道夫系列的主演 演技差不到哪去 不过这个剧情真的是硬伤 再扭的演员也带不起来